哈曼 如果你是一只小动物 把你的尾巴斩掉 你觉得你还能活吗? 我是壁虎就能 你是壁虎就能 OK 佳佳 你的想象力非常丰富 那一般的小动物其实还是能活下来的 但是有什么感觉呢? 疼 疼 OK 那再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数字 把你的尾巴斩下来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变小了 变小了 你会立刻感觉到 自己能不能被七十一十三挣除 哇 好冷啊 OK 一个非常冷的比喻 告诉你七十一十三 这三个数整除共通的规律 叫做斩尾法 什么叫斩尾法呢? 一个非常长的数字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一二三四五六 这是一个几位数呢? 六位数 OK 看它能不能被七或者十一或者十三整除 有一个共通的规律 把它的末三位可千万记住 斩尾法斩的是末三位 末三位斩下来之后是谁呢? 是不是四五六啊? 是 前面还剩一二三 好 这两个三位数 大减小 四五六肯定更大一点 四五六减去一二三 等于 谁? 三三三 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对吧 三三三 好 斩尾法斩完以后 减得的这个差 它如果是七十一十三的倍数 元数就能分别是七十一十三的倍数 听明白了吗? 咱们来看看 三三三是不是七的倍数? 不是 不是 是不是十一的倍数? 不是 是不是十三的倍数呢? 也不是 也不是 OK 这个数等于可以拆成三乘以三乘以三十七 咱们很容易发现 这里根本就没有七十一十三 那为什么会有斩尾法从哪来的呢? 很简单 因为这三个数字有一个共通的特性 它们结合起来 能创造一个特别特别神奇 在咱们五六年级数学里面 反反复复使用的数字叫做 1001 看明白了吗? 1001 这个四位数 七十一十三 一相乘就可以得到 OK 那现在回头看看 1001是不是能使用斩尾法的最小的一个数字? 是 你想把它的尾巴末三位斩下来之后 这儿是几呢? 1 尾巴是1 身子也是1 1-1等于? 0 0 0是一个神奇的数字 0是任何数的倍数 没错吧? 没错 自然是七十一十三的倍数咯 那所以呢 它肯定是七十一十三的倍数 斩尾法从这里面来的 OK 那来看看最后一个 叫做小鸡解小兔 什么意思? 能背十一整除的数 经常考的 还有自己独特的一个特征 很长的一数字 比如说 1 7 2 6 5 3 这个数是不是十一的倍数呢? 咱们只要从左往右 把它基数位上的数字挑出来 看看是谁 基数位的数字 3 第1位 还有第6 3位 还有第5位 是不是这仨数字 是 它们的和呢 咱们称之为小鸡 OK 基数位数字嘛 对吧 这个小鸡是多大呢? 16 3加6加7等于16 非常好 那从右往左数 偶数位数字 自然就是5 2和1 它们仨加起来是 8 8 OK 偶数位的数字 咱们难道要叫小偶吗? 你不觉得很难听吗? 一定很难听 那不叫小偶 可以叫什么呢? 偶数 都是谁的倍数? 2 2的英语怎么说? 2 2 OK 所以叫小兔 小鸡是16 小兔是8 那小鸡兼小兔 它两个X 应该是8 8 这个X不是十一的倍数 整个数就不是十一的倍数 这数要是十一的倍数 立刻整个数也是十一的倍数 听明白了吗? 明白 那万一有时候 小鸡比小兔还要强壮 可怎么办呢? 那就倒过来 用小兔 剪小鸡呗 反正 这两只小动物 总是打来打去 谁赢 谁输 那不一定 它们俩的实力之差 就是这个数 能不能被十一整除的 最关键的凭证 听明白了吗? 明白 就是这个意思 小鸡兼小兔法 说到这儿 好 所有的催事测中数 一页纸全部搞定 复习一下 一废数 不考虑整数都行 25 4 25 8 125 16 625 它们全都是一组一组分类出现 分别看摸一位摸二位摸三位摸四位 因为看成绩 对不对 对 39 需要看数字和 以后一提到 数字和 基本可以确定 考的最多的数字 正数规律 也就是9 就出现了 再来呢 7 11 13 这大数很有个性 它们的掌尾法 最后11 自己的特征 小鸡兼小兔 9和11 是咱们所有维赛当中 出现频率最高的打数 它俩结合起来 还有更神奇的规律 好了 说说1到20里面 那些不太重要的配角吧 崔老师也给它们写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其实不太好听 叫做寄生术 什么叫寄生术呢 大家知道吗 其实就像崔老师这种体型的 在自然界是很危险的 OK 我这种动物呢 一般说来没有什么技能 跑的也不快 跳的也不高 牙也不尖 爪子也不锋利 那所以我有一个好办法 可以让我生存下去 就是我躲在一头大象 或者一只老虎的背后身上 然后一直趴着它们 等它们找到食物之后 吃剩下了 就给我吃 这样的动物就叫寄生动物 是吧 OK 有点像崔老师 那树子也是一样的 这些树都很可爱 叫寄生树 因为自己根本没什么特征 也没什么特点 OK 它只有寄生在别的树字上 比如说 6 一个树能被6整除 有啥规律 我告诉你 没有属于它自己的独特规律 6 只能拆成谁成谁呢 2 3 一个树 必须既能被2整除 又能被3整除 所以它才能被6整除 看明白了吗 明白 它寄生在那些特征树的身上 所以叫做寄生树 那再举个例子 18 18可以看作既是谁的背数 又是谁的背数呢 2乘以9 2乘以9 非常好佳佳 还能拆成谁成谁呢 3乘以6 3乘以6 咱们能不能说一个数 既是3的背数 又是6的背数 它肯定就是18的背数 佳佳陷入了全次当中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2的数 是不是3的背数 是 是不是6的背数 是 是不是18的背数 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 18小 它比18小 比18小也不是吗 咱们来看看 真正的关系 在这 拆成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数 刚才咱们拆的3和6 自己看看 它们俩其实是有血缘关系 什么叫血缘关系 后面会写到 它们都是谁的背数 3 都是几 是不是都是3的背数 熟人如果碰面了 说明就不太好办事了 是不是就喜欢 唠家常 聊一些闲科 也就是说一些不相干的话 办事效率很低 明白吗 明白 所以一定要拆成两个 没有血缘关系 彼此不认识 除了1以外 根本没法共同是别人的背数的数 比如说2和9 看懂了吗 一个数既是2的背数 又是9的背数 必定是18的背数 以此类推 20寄生在哪俩数身上呢 4和5 4和5 为啥不能是寄生在2和10身上呢 都是2的背数 都是2的背数 有血缘关系了 这事反而就不好办了 明白了吗 明白 最后给大家的数感 提两个小点 特殊的展览法 OK 17它的整数规律呢 是整个展下来尾巴 和前面数字的3倍大减小 简单的差 是17的背数 原数就是17的背数 放心吧 除了人华学校的早期考试 到近几年 所有的杯赛和一般学校的考试当中 已经不出现这个数字的整数规律了 我只是给你补充一下 记得可以记一下 最后1003 有一个地方出现过 它是质数吗 你就要记住它 不是质数 就行了 OK 明白 下来类似的规律 还有19 因为19乘以53 等于1007 那这个展览法呢 就是展开了尾巴 和前面所有数字的7倍大减小 这规律你还想记吗 不想 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 看看1003 看看1007 它的尾巴是身子的几倍 就是几倍 OK 不用记 做一个补充 10031007这两数 都是别人数成绩得来的 看明白了吗 明白 OK 咱们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正题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前面的知识只要学的足够熟练 后面的题一道比较轻松 真的 今天没有难题 数论也没什么难题 点 oops Day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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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